与你分享新的历史故事 带你领会不一样的观察角度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小狼 古有江泰公钓鱼 愿者上钩一说 然江子牙端坐钓鱼台 钓的却不是鱼 而是实为西伯侯的鸡昌 耐人寻味的是 得遇明君 江子牙没有急不可耐 包袱异果 一走了之 而是推托再三 最终 鸡昌应允 江源恶套在了自己的背上 如同老牛拉里一般 一步一步 拉了八百步方直 江子牙见鸡昌气喘吁吁 跳下车倒 大王刚刚拉了八百步 周朝享国八百年 原本 这样的话术 应该是让周文王怅怀不已的 但他为何不多背几步 而这过程中 他犯了个错 周部落自古功胆赋以来 一直盼望能够得到 一位武能安邦 文能治国的贤相 辅佐周实现灭英镇周的任务 当周王在九池肉林里 寻欢做了之时 周部落的首领鸡昌 却接纳了许多 在商王朝不得治的人才 恰事实 商大臣见此情状 在周王面前大输鸡昌醉状 称其招兵买马 恐怕图谋不轨 周王本就多疑 当下不做考证 就将鸡昌关在了游里 周部落为拯救鸡昌 用美女 明马 其真一宝一车车地拉了过来 用厚礼贿赂周王的心腹大臣 周王见状喜笑颜开释放了鸡昌 这次有惊无险的牢狱之灾 让鸡昌也看清了周王的嘴脸 和昏晕无度 鸡昌回到周部落之后 更加坚定了伐咒的决心 他也意识到 自己手下虽也有些文武之将 但是真正的权才还未获得 鸡昌明白 如果从前只是发展周部落 百姓安居乐业 平平无奇之才尚可能用 但如今可是推翻商王朝 须寻的一位兵家宗师 及天下之才能之人不可 正当他四处拜访之时 天下贤是也闻之而来 自举自荐 此时便来了一位 他便是江上 自子崖 人称江子牙 因祖先被封为于履 故以履为氏 所以也称履上 江子牙得遮鸡昌治理周部落有方 国力强盛 因此十分向往为其辅佐 江子牙不是贵族 虽青年时期满腹经伦 但没有入朝的资格 以满肉饭酒为生 出于谨慎 他并不向众多贤士文风 未动涌入周部落 而是托家带口 住到了周部落旁的山林中 日日在喂水垂掉 他守事后命 妻子草草做些吃食 然而时间长了 妻子也发觉不对 江子牙说去钓鱼 结果从没往家里带过一分钱 一日 妻子尾随江子牙到河边 见江子牙戴上草帽 坐在了一块平坦的大石头旁钓鱼 鱼钩甩出后 发现鱼线很短 鱼钩根本没碰到水面 里水还有三尺高 细看那鱼钩竟不是钩子 而是根细针 妻子见江子牙不知觉 咽不下这口气 快步上前说道 世上哪有你这样钓鱼的 说吧 一把抢过鱼竿 顺脚将江子牙踹了下去 江子牙防不胜防 一头栽入河中 他寒怒望去 见踹自己的是妻子 更是没好气 骂道 你这败家子 还不如让雷劈了算了 原本以为是气话 谁知天上一道响雷 便将妻子劈死 江子牙大惊 看见妻子躺在大石上 衣粗蓝绿 又想他跟随自己多年 没一天好日子过 不由得伤心落泪 此时被邻居知晓后 明白原委 直到老天不公 帮忙一起埋葬了妻子 葬完妻子后 江子牙马上又回去继续钓鱼 只不过他这次选到了别处 一个峭壁拐弯处 不变得还是鱼沟里水三池 久而久之 江子牙的吃老头的名声传了出去 大家都笑他 但他不为所动 他自己明白了 若是发笑 便不是自己等的那个人 一日 周部落的大将来到城郊游山 行至深处 见义清谈 依老者以树而坐 走近一看 这老者肤色黑黄 破衣烂衫 穿一缩衣在 鲜然垂吊 大将赞叹到老人好风骨 虽衣服破烂 但却整洁 正气凌然 正想走近攀谈 发现鱼竿怪像 便走来哈哈大笑 老者 你这线上无钩 我教你个法子 保你满载而归 显然大将以为 江子牙是个 从未钓鱼的呆农 虽好笑 但还是细心教他 说完垂吊之法后 谁知江子牙 跟什么都没听见一样 依旧双目紧闭 大将看他不理自己 好气又好笑 这老头死要面子活受罪 又说道 就你这吊法 莫说三年 三百年你都吊不上来 贱还是不理自己 大将叹气 心想也罢 大概老者脸皮薄 不经后生叫弄 转身就要离去 此时江子牙回道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虽立竿垂吊 亦不在于 守清云而得路 即可取中取于 大丈夫您在直中取 不向取中求 不畏锦铃舍 只吊王与侯 大将仰天大笑 好一个只吊王与侯 你是何方人士 贵姓 缘何到此 江子牙刺客才看向大将 我姓江 名上 自子牙 道号飞雄 东海人士 道此山中 只为钓鱼 大将脸色变了 扭头离去 说道 古来贤人胸脏勾贺 区区一垂吊老者 也敢用此道号 真是风魔 不和你磨牙斗嘴 深山之中 只听江子牙悠悠回声 自有愿者上钩 大将回到城中 迎回姬昌 正与隔日觐见 向其举荐人才 但姬昌回到了城中 却连日睡不好 当夜梦见一巨兽 展开双翼直扑杖中 姬昌惊醒 一声冷汗 才致是噩梦一场 他穿戴整齐 来到殿中 见大将已经等候 姬昌讲述昨晚梦境 一行人恭贺道 大吉 主公将得动粮之财 姬昌说道 为何 三一声答道 过去商高宗飞雄入梦 然后的闲人 今朝主公也梦飞雄 此乃新州大兆 大将想到此前 遇到的老者名号 也叫飞雄 很是惊讶 但他不敢隐瞒 姬所欲之事 报了上来 莫了说道 也怪 这姬子牙正好飞雄 机昌听后 心情十分激动 当下就背车去 钓鱼台会一会遮老者 而说来也怪 姬子牙这天起床 便觉得身体舒服 喜鹊鸣叫 便拿起鱼具 邻居看见说道 又去钓鱼 明天大雨 记得早回 姬子牙笑道 估计明天就不用钓了 走了一段路后 自语道 鱼儿 就要上钩了 姬子牙照常锤钓 但今日异常躁动 机昌来到了山下 远远看见姬子牙在钓鱼 便徒步走了过去 见机昌过来 姬子牙手里停止了摆动 说道 主公 江上有识远迎了 机昌见姬子牙直白点名身份 心中更加喜悦 认定他是天赐良才 他和姬子牙对坐于草地上 问道 先生如此高寿 却双目有神 必多阅历 我常负重任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姬子牙 但说无妨 机昌连问三问题 姬子牙都回答到了 机昌的点上 便拍掌大笑 先生果然是天下大闲人 来助我周氏 机昌即刻就要启程 但姬子牙却拿起鱼杆 草民今日腿脚不便 马和车都不能坐了 三日后休养完 再随您进城吧 机昌哪敢不允 答应下来 大将上前说道 主公先走 我背老者回家 随后追上 机昌回朝后 下令戒斋三日 前去迎接姜子牙 姜子牙见礼数周全 方才起身 他放眼门外 一了一声 三一声连忙问道 我前日和大夫说过 我腿脚不便 需要准备一辆平板马车 但这是主公余年 江上如何敢坐 机昌笑道 如何坐不得 你我君臣同坐 也方便咱俩路上说说话吧 姜子牙文言 和机昌一同上了马车 方才坐定 传命起行 文武车门打马前行 唯独这机昌和姜子牙的马车 纵然宝马使尽全力 仍旧寸步难行 南宫阔见这场景 下出了几滴冷汗 当下就派议员副将去帮忙赶马 然而 副将又抽又打 又哄又求 那宝马依旧拉不动马车 南宫阔接过马鞭 自己上手 一挥鞭 马儿痛得四脚腾起 仰天思明 这马车也不见动 半天见马车不动 机昌下车问名原委 亲自接过马鞭杆马 依旧无济于事 这时 原本在车内闭目养神的姜子牙开口道 老朽年纪大了 恐难受颠簸 请主公用木车慢慢拉我吧 此言一出 四下禁忌 无一人敢出言 南宫阔和散一生诛人又急又气 主公刚刚受过老雨之灾 如何能拉得动这老头 当下就要呵斥 却说纳西伯侯 沉吟片刻 这马车如何拉不动 太宫此人多见神异之处 想来不见我等真心 绝不肯轻易交付 他抬手指住众人 朗声道 可以 不顾众人诧异的目光 机昌将原恶套在了自己的背上 一步一身坑 他虽洗武功 却也大病出狱 不知拉了多少步 就脸色发白 气喘不止 不一会儿 机昌累了 示意自己稍作休息 停下不动 此时 江子牙却问机昌 主公刚刚拉了多少步 机昌摇头道 不曾细数 江子牙含笑道 我却数了 八百余步 主公被拉子牙八百余步 武宝周朝江山八百年 机昌和四下群臣一听这话 惊喜不已 机昌当即套上原恶 还要再拉 江子牙却抬手叫住 不必再拉了 已然足矣 机昌悟性极高 听闻此话便问 莫非八百年已是气数之至 江子牙摇头不达 其的是 周朝历经七百九十一年兴衰负面 距离八百之数几乎不差 为何江子牙不让机昌多走几步呢 原来 彼时 江上见机昌向西背拉近三百余步 已经视角不虚伏 难以为继了 机昌歇息不过片刻 再套上原恶 燃头昏脑账 他不知自己确实向住东边去了五百余步 有风神推演 东西周之分皆因机昌西年东西倒向 而西边形的近三百余步 正好对应西周维续275年 而东边的五百余步 自是对应东周维系的515年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了解更多历史相关小知识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